兴奋激昂 我没有幻想过当演员 我不太了解演员 还有拍戏这个行业 一进来我就很崩溃 因为那时候挺辛苦的 脸复痕不会说压力特别特别大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是个新人 也不太了解 我只知道我该做好自己的工作 肯定是压力是有 但是被一些事情盖过 就比方说是跟一些前辈 对戏的时候就压力很大 因为那时候特别热 可能拍一条 一条不到就满脸都是汗 大家都想快点过 那我就怕因为我的问题 耽误各位老师时间 刚开始就是 我会说错一些词 我可能普通话本来就不会特别标准 因为正在学 然后那时候文言文讲错了几句词 我就立刻导演一喊卡 因为那是个大场面周围很多人 就可能皇上啊什么什么都在 我姐都在就皇后 我一讲错一句词就 再来一遍 那我就 你就很怕他们会对你有任何那种看法 或者说 哎 这个新人怎么这么不用用心 其实他们对我很好 他们没说 但是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惭愧内疚 所以我就坚持让自己 每天用功就让自己尽可能的不出错 我自己会在房间会 自言自语对着性子恋啊 或者自言自语的走戏啊 磨一边这些戏 但是一到现场就是内心不够强大 面对各位老师 各位前辈就会觉得 还是怕哪一句话讲错啊 怕打戏的哪一段出问题 打伤他们 我有时候会想迫不及待的 让我下部戏快点上 就是让证明一下 让大家看 但是我有时候会想 我有怕自己做的没那么好 会矛盾又兴奋 招歌了 就有学过一下表演 但是老师教不动我 我是一块大木头 那个时候还没开校 也不太懂很多东西 就像我现在看回演习 我会觉得 我有很多方面 就是那些情绪啊 还有一些细节 处理的没那么好 就可能有很多 是为了演而演的 比如说傅恒哭的那场戏 如果再让我换作我来演 我可能不哭了 我可能眼泪一出来 我就会想办法把它擦掉 你知道嫉妒的自卫吗 它仿佛像一条毒蛇 时刻在开始着我的戏 少爷 我其实傅恒就是跟阴落 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笑啊 会开心 但是平时 我就会 大家就会说 怎么怎么样都一副表情啊 或怎么样 其实不是就是 我时刻在提醒着自己 我是一个侍卫 我是个群人 不能光想着儿女私情 虽然我爱情至上的人 但是我不能 不能他不在的时候 我也要 就思念啊什么 那我就 那这个大秦就亡了 包括我跟导演他们聊的都是 就是 其实傅恒 真的是挺悲惨的一个角色 他也很少笑 其实 如果再给我选一次的话 我可能会在 跟阴落演的那时候 笑得更开心的 玩得更快乐 更忘我一点 因为他到后面注定是悲伤的 但那时候自己不懂 其实道理什么 大道理都懂 比如说 这个时候 我是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就很难明白 就是 很多人都会说 评价你的演技什么 不过我都吸收 因为是我不够优秀 以前看拍戏啊 看演员就觉得挺好奇 挺好玩 挺新鲜的 但其实 演员真的不容易 真的 就是不是说我 很多 给我们入好久的 或者长辈啊 那些偶像啊 真的很不容易 就不会像外面 像我以前曾经 不在这圈子的时候 想的那么简单 比如说 看一些打戏 什么那些 爆炸 爆破啊 什么的 哇 拍出来了 就是那种很震撼 但是 直到你拍的时候 你就觉得 天啊 太危险了 就你在321之前 还没开机之前 你旁边就放着一个大药包 然后前面又是大药包 就321开机 你就得跑 蹦蹦蹦 就爆炸 其实很危险 大家都在用一滴血 一滴汗来 一滴泪来换出来 一部作品让大家看 让我们观众看 我进来之后 就发现太多优秀的人 都还在努力 太多 做彼此 周围身边的朋友 就会带动你 我就会多 自行 时刻要 告诉自己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 段位啊 然后目标是 这又是什么样的段位 要该努力 就是要多努力 我的方向很清楚 我想成为实力派 我想成为小鲜肉 我想成为颜值派 我很欣慰的一点 就是我对火不火 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我是新人 还没有到那些 该想很多东西的时候 但我现在就觉得 演员真的是 使我变得很多 上部戏演的是个军人 上上部戏就是 又是一个小丑八怪了 然后再上上上部戏就演习了 我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 其实都是生活中的一个 一个角色 他们的一生有痛苦又悲伤的 有欢乐的 有任性的生活都有 它使我成长了 这两年来让我不断在成长了 很多让我原来的 我认为不会改变的东西 我都改变了 不光是人 演员也是需要成长 最让我开心的是 就是我自己演的角色和作品 能够得到众多人的认可 和些许的满意吧